現在比你直戀的大龍妹 樣子不是太差 沒有解釋 那大龍妹發得大 她一定有更好 她要是嫁過人 要是混過 我告訴你 不過年紀大了一點 你數下九子 阿姜恩 這個 達麗 那個大女 我也認識她 喳嗲那個大女 碧桂園 喳嗲那個 全部這些 最近這些新發財 她騙了香港人 她沒有交代 她回鄉下 我叫長屋吃軟飯 長屋吃軟飯 長屋吃軟飯 有幾億來賺給社民營這些 她還沒結婚 她有條件 肉品 大塊不行 立法的議員 給她幾十億 單車一定要她下來 她不能上去 對 對 對 真的 這個是大有可惠的 香港的女生 像你那樣 起碼 大陸她的男生 不夠抽 在意著 談吐 紳士風度 她一定贏 應憶 那幾億 對 對 對 張先生 我看一看 給我一些佣金 你們登記 我現在登記了 我就回去大陸幫你們精分 我現在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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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小聲 我現在不是 我現在是 我被人的名字 但你都要受 基本訓練 哈哈 那你要找陳人工 哈哈 陳親切 可是我們成功率 叫訓練 那些服務態度 怎麼說 憎女 怎麼調情 還有日本人來教 怎麼潮催 也不是 導師有家臣 誰想去奉命參加我們食檢飯訓練班 我們要糾雜很多人 回去大陸徵勳 一拿走些訓練 不用的 你覺得陳振聰好樣嗎 他已經成為軟飯之神 我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意見 陳振聰 如果他不馬上說 捐90%出來 他一定沒得贏 因為最後小田田打贏官司 其實是中國政府的干預 去到中心 否則他就拘捕了床 因為他答應把全副身家關掉 這是一個交換條件 但這是很明顯的 最後他不停上國務院活動 結果突然間判決 這樣判決 這個就是因為他答應 沒有所謂 所以對面的人是黑社會 其實有一班黑社會操控 一定給他 而他捐了一副身家 他答應過交換條件 他不用坐牢 他那幾年都不敢變陳振聰 現在這樣 不要說你的遺囑 就算你的遺囑是真的 北京的感覺都是你動了國家 這一條數是一千億 是中國人民的 現在你是否可以動了中國人民一千億 才可以 誰可以交代呢 第二 這是一個示範 這一千億可能引多幾千億出來 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試過人 有人捐這麼多錢出來做善事 我讓你拿走 會不會呢 有沒有可能 其實每個中國人分都80元 最後是政治判決 最後來說 沒得讓你贏 找個理由 要你打算 不是 他很聰明 九成依然放在華茂的基金上 北京不會理會 誰有道理 你便開始 其實陳振聰是想博和解 他在博和解 他在博和解 拿百多億就算 他是想這樣 但他不想現在開架 他一直跟小甜甜的親密 自己怎樣 他想著用這件事來要脅 這個公事卿會 逼到最後要逼他 逼他解 他是屋邨醫生 他弟弟 不肯讓步就打到底